想屁不臭臭屁不想是真的吗 这话大家都听过 而在实际生活里 它确实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咱们的屁一般有两种来源 第一种是张嘴时 吞进食道里的普通空气 另一种是咱们肠道里面的细菌 对食物残渣进行发酵后 产生的一些气体 而屁的气味主要取决于第二种气体 进一步说是取决于你吃了哪种食物 如果吃的主要是米饭面条之类碳水化合物 那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它没啥味道 但量比较大 要是吃了大量肉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那过量的蛋白质不能被完全吸收 肠道里的气菌就会把它们腐化掉 产生硫化精粪抽素等恶抽气体 虽然量不会太大 但味道却足够酸爽 你今天把不是吃了十鲫肉 这味儿太重了 而屁想不想就和气体的量有关系 如果量很多气压就大 那屁放出来的气流速度就会很高 就会越想 因此不臭的屁 其实就是含有的二氧化碳气体比较多 所以很想 而臭屁则是因为含有臭气 但量没那么多所以就更不想 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要是肉和主食都是很多会咋样呢 那放出来的屁自然是又臭又响